1. 将炸油机电源插入220V电源 2. 启动炸油机背部的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灯点亮 电压表显示电压正常 将温度1设置为100度 温度2设置为200度 分别启动温度1 温度2 温度表绿灯点亮 绿灯点亮表示正在加温 红灯点亮表示已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3. 将炒好的芝麻加入浸料口 4. 开启启动开关 炸油机自动运动 5. 将浸料阀慢慢拉开 油从出油口慢慢流出 油饼扎从扎口挤出 正常的扎饼厚度 因为0.2到0.3毫米 6. 带油布满整个滤网 启动真空泵 打开真空泵气阀 油通过滤网被吸入储油罐 通过真空泵转换开关 选择需要过滤的储油罐 将成品油经过储油罐下方的阀门 装入容器 新型芝麻炸油机 出油率高出 传统的炸油机 一到两成 一般家庭妇女 一人即可操作 線画阶 级天打开关